碰碰车你可能玩过 但是碰碰船就不太可能玩过了 可是美苏两个大国还真就用了数千吨级的大船 玩过一次碰碰船的游戏 那是在1988年的2月 著名的黑海撞船世界 国际海洋法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无害通过 它是这样定义的 如果船舶从国际水域的一个点 通过尽可能短航线 是向国际水域的另外一个点 而这条航线恰恰落在了别国的临海里面的话 那么你只要保证在经过时 不损害该国的和平秩序或者是安全 就是可以的 不过定义虽有 但是解读依然还是看个人 尤其是还在冷战中的美苏 那当然是各有各的解释了 美国人认为这是法律赋予咱的权利 既然有了权利就必须要使 就必须要开着船过去晃 而且到越有争议的地方晃 还越带劲 这样才能给全世界树立一个 遇事不怕的好榜样 苏联则认为 我绝对承认你这个国际法 但是是有一定限度的 比方说无害通过时 需要在我指定出来的专门海盗里面才行 你看两个大国杠上了不是 于是1988年2月 在美国海军约克敦号巡洋舰 和卡龙号驱逐舰 无视苏联的抗议 依然以无害通过的理由 穿过克里米亚半岛附近的黑海时 苏联人不得不以自己特有的彪悍手法 亮出底牌了 是的 咱不上升到动物 但撞你我总行吧 两艘苏联的护议舰 虽然蹲位上跟美国人差了不少 却非常专业的撞了过去 是既解了气 又让对方知道 我是在玩真的 还没有造成什么大的损失 拿捏的恰到好处 果然这一撞 反而促成两个大国 坐下来 达成了几项之间 一直悬而未决的海上争端 也是挺讽刺的 不是啊 我可以去躺下来 我可以去躺下来 对方船吴